江小姐 海树这么漂亮 爵爷 钱是我们家借的 和孩子无关 唉 这话说的不讲究 你的孩子 也是你江家的孩子 怎么和你无关呢 爵爷 你帮做我的女儿 无非想要钱 我可以给你钱 江小姐 钱这个东西 您认为我们缺吗 再说了 我们合约上的利息 过一天可是要翻十倍 现在第几天了 你自己算算 还有 加上打伤我手下 就连医药费不过分吧 那你 还想让我还多少钱 不多 医药费 每个人一千万 再加上欠了利息 投个吉利 把金八百万 你们 你们这是故意的 话不能这么说 当初可是你们要借钱的 江小姐 其实我们绝业 仰慕您已久 若您愿意 我们绝业 也不会追究这笔费用 当然 你也可以借走你的女儿 你休想 尖叫不吃 吃罚酒 如果你不肯的话 那就准备给你女儿手势吧 先把她女儿的手 砍下腊椅子 不要动我女儿 那你答不答应 自己拖 过来好好伺候我 绝业慢慢享用 属下告退 杰瑞 既然你不肯拖 那也就帮你拖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杰瑞 你怎么办这小事 我找人轮了你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拿一把 哪里来的小别赛 干坏我的好事 帮我女儿器予我夫人 几算死 一万岂难救我心痛之恨 莱伦 这个还家东西 给我拖手机夺碎了 你终于来了 我以为我 说过 全世界 没有人欺负我的孩子 年年 年年还在旁边 爸爸妈妈 年年 爸爸妈妈 年年好想你们呀 年年 你没有受伤吧 没有 口蝶姐姐可厉害了 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你的 绝业 绝业 你没事吧 给我把所有人都叫来 老子要冲了这小子的劲 阿里 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放心 我会帮你们 过一瓶 不知死活 老子在东城这么久 你是同一个 敢招惹我的 一会儿让你亲眼看看 老子 是怎么玩你媳妇的 就凭你 不过是一个强壮的蝼蚁罢了 你们要是石下的话 就乖乖待在东城 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偏偏你们自寻死路 还犯到我夫人身上 在座的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这里 包括你 那就来试试 杨力 等我上了去 一会儿就不上 我们刚才没做完的事 混蛋 蝴蝶 流口气 别打死 是 你帅 四肢以为 给我宰了他们 谁宰了他们 谁就是我的最少人 他们 我怕 还是你 我怕 上 我抓住那位女人和孩子 我怕他们不怪我纠缓 有飞机 有唐克 东城将 庆安 奉大 你绝严山庄 我从未忍到军部 为什么庆安这种守城将领 要亲自剿灭我 一定是误会 误会啊 部队集结完毕 将军客气了 这个人经营着杀人机构 扰乱着东城的安地 怎么处置 您自己定夺 不过作为市民的意见 既然将军出手了 要处理干净 以免这些赃物 死归复燃 好 我军剿灭 绝山庄 这等顽图 不思悔改 尽数诛杀 你个不留 是 你吓着我的老婆孩子了 好 我这就送夫人小姐回去 秦将军饶命啊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才串 都消息给你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天堂有路 你不走 你自己找死 谁让你感动 内卫的家人 你难道不知道 家里人是内卫的逆灵吗 动手 阿丽 刚刚那个秦将军 好像对你很敬重的样子 秦将军平时亲近待人 军部想铲除绝叶山庄 已经很久了 我只是提供了 有力的情报 帮了他们而已 楚帅 请夫人和小姐 先请回家吧 你早点回去 别让爸妈担心 爸爸 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乖 年年爸爸 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呢 走 走吧 楚帅 说吧 上面同意 暂时取消您的风王大典 但是要求您 立刻就任东京御主 还有呢 这是罗锦儿和杨钱的 订婚邀请函 是杨家派人送来的 这杨家要摆鸿门宴 杨家故意放出消息 说他们的压轴拍片 是血液御主 好的 我陆家的传家宝 他罗锦儿竟然敢拍卖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 来参加我和杨钱的订婚宴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和杨钱决定举办一场慈善拍卖会 所有拍卖所得 尽数捐出 罗小姐 人长得不仅漂亮 心地还善良 确实 罗家现在贵为东城新贵 我看用不了几年 东城要改成五大家族了 那我还得感谢陆家那些个蠢货 你们听说没有 最近这么东城来了为大人物 听说什么一副四坊的 什么大人物 说是上面最新下达的命令 将北疆 南疆 东越 封为他作为他国家区 封他为 东界御主 任命书 已经下达了 听说 他现在就在我们东城 什么 东界御主 回来这儿 好了 下面我们要拍卖的 就是这件极为罕见的血液御镯 听闻将这只玉镯放入清水中 能迅速将清水染红 这件古董流传至今 已经有三千年之久 起拍价格三千万 太好了 我就是为他来的 四千万 四千五百万 六千万 我也来测测热闹 一个亿 一亿两千万 两个亿 两亿三千万 三个亿 这是怎么回事 哪有这么加价的 来搅局的吧 是个什么东西 敢不敢把面具摘下来说话 装神弄鬼 我看你是故意砸厂子的吧 也不打听打听 我罗俊是什么人 你就敢来捣乱 我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死 是 敢招我 招死 招死 你怎么给我送来 招人的屁股嘴里 都将没教育过你吗 这位先生 你究竟是神 来我们这儿的都是贵客 何必藏头藏尾 不敢见人 连脸都不敢露 你也配当个男人 我不像你一样 躲在女人身后 一直不敢露面 你也配当个男人 你 找死了 阁下是来挡乱的吗 我是为了血液玉卓而来 并非是来挡乱的 三个意义 只要你拿出 这玉卓 我就宣布归你所有 你宣布 凭什么 我记得血液玉卓 是陆家的全家宝 怎么你宣布玉卓一族呢 在我面前提陆家 你找死 那莫非心里就 一份 还 把这两个 带面具的家伙 给我打残来绕出去 大人我已经到了 真的 千真万去 已经到门外了 快 快把这两个人给我带下去 我的贵客要到了 快让开 你们这些白痴 不要冲撞了 我的三位贵客 你们能来 还是逢你生辉啊 好 楚城主 秦将军 顾总 大家光临 蓬壁生辉啊 今晚有贵宾在 先饶你 还不赶紧滚 要是冲撞了 几位大人 小心你的脑袋 几位大人 这边请 这个家伙 不知道哪来的 在这边故意捣乱 我现在就把他扔出去 免得饶了 各位大人的雅心 你让谁管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么跟大人说话 将军 我们不是在说您 这是咱们东介玉主 他能来是你们莫大的荣幸 你们冲撞了大人 这是好大胆子 玉主 属下见过玉主大人 自大人救人 玉主以来 还没来得及 向大人道贺 公主大人 救人 玉主之位 你不是说 要要了我的脑袋吗 你不是说 要要了我的脑袋吗 小的属校的 我跟你们开玩笑 开心吗 开心 这就是贪心的代价 无视自己的东西 千万不要跑 我今天 就是要给你们 一个小小的惩罚 东介大人 我们记住了 走 这就是贪心的代价 我今天是贪心的代价